大家刚刚看到的 BEFORE AFTER照片 都是透过今天要介绍的 AI 修图软体 EVOTO 完成的 在商业人像拍摄上 后期修图占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也非常的重要 当然前期的拍摄准备 灯光的架设 人物知识的引导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好控制的 后期修图就是要处理一些 我们前期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 例如不是每个model都天生立直 脸上都完全没有瑕疵 背景布上也不可能一层不揽 更别说还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像是人物脸上有大小眼 或者是他的法际线想要降低一点点 不想要太高 这些都是我们后期需要去做处理的 而今天要介绍的EVOTO 就可以帮助摄影师和修图师 节省修图的时间 并且提供高品质照片的修图软体 这个软体我也比较建议有商业人像修图需求 也就是靠修人像照片赚钱的人来做使用 不过如果你想要了解商业人像修图的技巧 以及 AI 修图软体EVOTO 的强大的话 就继续把影片看下去吧 首先我们先来下载EVOTO这个 AI 修图软体 下载的连结我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当中 大家可以点击连结就可以到这个网页来做下载 透过我提供的连结页面去下载EVOTO 还可以免费获得30张照片的额度哦 下载完成之后我们进行简单安装 然后打开EVOTO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再来我们记得要先注册一个EVOTO的账号 那我已经注册好账号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做登录 登录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在中间这个界面呢 你可以点击中间的图示来新增Project 或者是直接把想要编辑的图片拖一进来 像是我想要编辑这张照片 我们就把它拖移到中间这个区块 EVOTO就会自动的把这一张照片给它开启 好开启之后我们看到右边的功能选项 第一个功能选项我们可以调整颜色亮度 这是每一个修图软体都有的功能 我们就不做细部的讲解了 我们讲一下这个软体才有的 而且非常厉害的功能 也就是第二个人像修图的功能 在这个人像修图功能上 我们先看到第一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 它可以针对脸部或者是皮肤上面的瑕疵 来做调整 第一个呢它是可以调整脸部的瑕疵 我们一个一个功能来做示范 像是我把它的数值调整到最大 让大家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处理完成之后的样子 这是处理之前的样子 我们把照片放大给大家看 这个是处理之前 这个是处理之后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瑕疵 所有的痘痘都不见了 但是呢 它的细节还是都有保留着 你可以看到它的所有的毛孔 都是有保留的 处理之前处理之后 这个可能在Photoshop当中 我们要花个三到五分钟 或者是更久的时间来做处理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痘痘非常的多 我们要处理上也非常的困难 好那这个是Evoto处理完成之后的样子 可以想像AI越来越强大修图会越来越方便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第二个选项呢它可以去除脸上的痣 不过我这边建议如果要调整脸上的痣 我们还是单独来做处理 因为像是很多的证剑照啊 都要保留你脸上的痣会比较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下面这个选项 它可以去除身上的瑕疵 那我们一样把数值调整到最大 当然如果你觉得数值太大 这个效果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再把数值调小一点点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呈现出来的感觉 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示范 让大家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像是它右边这边的肩膀呢 有一些瑕疵 然后它处理完成之后的样子 会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瑕疵都不见了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三个选项呢 是可以调整脸上的油光 如果你想要去除脸上的油光的话 可以把这个数值往上做调整 你可以看到虽然这张脸上呢 没有什么油光 但是它还是把比较高光的区块 把它去除掉了 这是处理之前 你可以看右边脸颊的部分 这是处理之后 右边高光脸颊的部分呢 就被去除了 那这个选项就是看 个人要不要来做调整 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数值维持在0 或者是你可以稍微给它增加一点点 都是可以的 再往下看它可以去除抬头纹 那这张照片没有抬头纹 然后还有眼睛的皱纹 或者是一些黑眼圈 都可以去除掉 法令纹我们也把它去除掉 然后它如果有脖子的皱纹 我们也可以给它去除掉 另外它如果有双下巴的话 这边也可以做调整 把它的双下巴给去除掉 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夸张 这些调整完 如果我们在Photoshop当中来做调整的话 至少15到20分钟应该是一定要的 那这边我们只是调整了几个罚块 就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了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处理之前 我们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 处理之前 处理之后 处理之前 处理之后 好那我们先把皮肤瑕疵的这一个功能 先给它缩小 然后展开皮肤修图的这个功能 在这个功能当中 我们可以调整它脸上的明暗 像是我可以把它的数值调整高一点点 让大家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好这个是调整之前 然后这个是我们调整它的明暗之后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暗的地方呢 变得比较自然一些 像是这个区块 调整之后 这个区块呢 就变得比较自然一些了 再往下看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可以调整肤色的一致性 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脖子跟脸部的肤色 其实有一点色差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数值往上做调整 然后看一下它的结果 调整之前 脖子的部分 调整之后 脖子的部分 可以看到色差就被处理掉了 肤色就变成一致了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好那我们继续 好 让我休息一下 这真的有点夸张啊 1 时后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边还可以调整皮肤的颜色 像是我想要调整比较白一点点 或是调整比较深一点点 这边都可以来做调整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调整它皮肤的色温 如果你想要让皮肤白一点的话 你可以往蓝色的地方稍微调整 如果你想要让它皮肤黄一点点的话 可以往黄色的地方来做调整 那这边我就不做调整了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皮肤修图的功能 先把它缩小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功能 Face Reshaping 就是可以调整脸部的形状 也就是Photoshop当中的异化功能 我们把它展开来 在Face Reshaping当中 它不只可以调整脸部的形状 它也可以调整眉毛的部分 然后眼睛的部分 鼻子的部分 嘴巴的部分 都可以来做形状的调整 那它调整的部分呢 也非常的细 像是它可以调整下面脸部的大小 然后呢它可以调整太阳穴 然后呢还有它颧骨的部分 跟它下额的部分 都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它可以针对每个人的脸型不同而做调整 另外呢它不只可以同步的来做调整 它还可以做单边的调整 我们把中间这个连结做取消 它就可以做单边的调整 像是我可以单独调整左边 或者是单独调整右边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状态给它还原 再往下看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又出现了 它可以对你的五官进行对称 我们只需要把这一个对称的功能给它开启 所有的五官呢 就会开始进行对称 当然如果它没有处理的非常好的话 你可以再单独对它的脸型啊 或者是它的眼睛 鼻子嘴巴来做单独的调整 好那这个就是Fast Reshaping 脸部重新塑型的功能介绍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到下一个功能 下一个功能是针对牙齿的部分 我们把这个牙齿的功能给它展开来 很明显它就是可以针对牙齿进行美白 我们就把数值调整到最大 给大家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我们把照片稍微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这是处理之前 这是处理之后 处理之前 处理之后 好这个就是牙齿美白的功能 没有说特别厉害 但是它下面有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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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的功能 叫做美化牙齿 如果你牙齿排列不是非常整齐的话 只要把这个功能开启 你的牙齿就会变得非常整齐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个是处理之前 这个是处理之后 你的牙齿是不是就变得非常整齐了 如果你的牙齿呢是非常不整齐的人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调整你的牙齿的话 就可以尝试使用这个PrettyTees的这个功能 好那我们介绍完牙齿这个功能之后 我们把它缩小 我们再继续看到眼睛的部分 眼睛的部分呢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眼睛变得更明亮的话 就把这个数值往上做调整 我们看一下前后对比 处理之前 处理之后 那这个功能就看你个人要不要来做使用 那我们再把这个功能给它缩小 我们再把画面回到原本的大小 好这个就是人像修图功能的简单介绍 另外你可以看到在上方 它还有分成男生女生小孩跟老人 如果你的照片是男生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调整成男生 如果是小孩的话就调整成小孩 那因为这张照片是女生 它就自动侦测为它是一个女生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来做调整 如果你是男生的照片 再把它做调整就可以了喔 最后我们来介绍背景调整的功能 那我们再换一张照片来做示范 我们再选择到我们的照片上 然后把它拖一进来 好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之前教大家如何去除 背景皱褶的范例图片 那这张范例图片呢 你可以看到它背景上面有非常多的皱褶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背景调整的功能来做调整 可以看到它第一个功能就是清理纯色背景布 那我们就把这个功能给它开启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侦测你这张背景是不是纯色的 那它如果侦测不是纯色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自己来做调整 把它调整成纯色就可以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皱褶、瑕疵都不见了 另外如果你发现你的背景上面有一些色彩断层 有些色彩带出现的话 你还可以把这一些断层给它去除掉 只需要把这个选项开启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功能呢 把它改成Solid Backdrop 因为如果不是纯色的背景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效果的 好处理完成之后呢 大概会像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处理之前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皱褶 很多的瑕疵 然后这个是处理之后 所有的皱褶都不见了 然后它的阴影呢也被保留下来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我们之前那一集教学 可能花了大概三到五分钟左右 但是这边呢只要调整几个罚块 然后开启它的功能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再往下看 它还可以调整背景的颜色 像是我现在目前的背景有点接近白色 那我就把它调整成红色 或者是调整成蓝色都可以 然后它去背的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喔 最后要来教大家如何把这些照片的效果变成预设 然后把它同步化 我们先把一张照片导入进来 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第一张编辑的照片打开来 这张照片呢我们想要把它储存为一个效果的预设 我们就可以点击下面这个Save Preset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Preset的名称改一下 像是我们可以把它改为人像 瑕疵处理 然后Group的话你可以新增一个群组 那这边我新增一个人像的群组 那在下方这里如果你不想要储存这些效果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选项取消掉 像是如果我不想要储存这个颜色亮度的调整的话 我们就把它取消掉 然后背景的调整我们也不想要储存的话 我们就把它取消掉 我们只储存人像修图的调整 然后点击储存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效果给储存起来了 再如果我们有新的照片 想要针对它的脸部去做调整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预设当中 找到我们的人像群组 然后人像瑕疵处理 点击下去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把脸上的瑕疵给处理掉 你可以看到前后的对比 这是调整之前 这是调整之后 脸上的瑕疵 它的五官都变得对称了 这些瑕疵都处理掉了 是不是非常的快呢 再来如果我们打开了一张新的照片 想要把我们原本编辑完的效果同步过来的话 我们只需要回到我们刚刚编辑的照片上面 然后按住Ctrl或是Cmd键 再点击到我们想要同步的照片上面 接下来再点击右下角的同步 Evoto 就会把我们的效果同步过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调整之前的样子 这是调整之后的样子 Evoto 就自动的把这些效果给同步过来了 相信透过刚刚的介绍 大家已经见识到AI修图软体 Evoto 的强大了 过去一般要处理30分钟的照片 现在透过Evoto 只要10分钟或者是更少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 而且时间虽然花的比较少 但是照片的品质并没有打折扣 甚至比我们自己修的照片还要好 所以如果你是专业的修图师或者是摄影师 想要节省时间获得高品质照片的话 这个软体推荐给你啰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教学喔 这里是修圣的实验室 我们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